画饼冲击 曹丕就是三国时候的魏元帝 他有一个特别信任的大臣 名叫卢裕 卢裕忠厚善良 学问也很好 为朝廷出了很多礼 曹丕很欣赏他 有一天他把卢裕找去对他说 卢裕啊 最近你表现得非常出色 我想提升你做吏部尚书 你看如何啊 卢裕一听 要升官了 当然非常高兴 这时曹批语说 不过要是这样呢 你原来的官位中书郎就空出来了 你说让谁做比较好呢 卢裕语想啊想说 中书郎这个官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我觉得一定要有些名气的人才能当吧 曹与卢裕听了 他叫人拿来的纸和笔 然后用笔在纸上画了些东西递给卢裕看 卢裕一看 卢裕一看是个大饼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疑惑的看着曹丕 曹丕就指着大饼问他 我画的是什么 卢裕正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回答道 回陛下 这是个饼啊 曹丕点了点头又问吧 嗯 那这个饼能吃吗 卢裕更奇怪了 当然不能吃了 这是画出来的 又不是真的 曹丕微笑着点了点头说 啊 这不就对了吗 人的名气啊 好比画在纸上的饼 只能看不能吃 真要做起事来 一点用也没有 选拔人才 可不能光凭他有名 还得看他 是不是有真本事呀 听了这话 卢裕顿时恍然大悟 感到十分羞愧 他红着脸说 我明白了 那我就向您推荐阮武和孙毅两个人吧 他们虽然名气不大 但都是有真财实学的人 绝对适合做中书狼 于是曹丕就任命孙毅做了中书狼 后来孙毅在这个职位上果然做得很出色 成语话饼冲击 就是从曹丕说的这番话里来的 开始的时候呢 是形容有名无实 到后来也比喻用空想来做自我安慰 做这个生日常 说实话鞋推荐